在今天晚上的魚雷世代 接下來就讓我們一起來歡迎傻白傻子與白痴來了 哈哈 哈囉大家好 我們是傻子與白痴 好啦一個一個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嘛 大家好我是光良 傻白的吉他手光良 我是貝斯手幫幫 哈囉我是今天穿著很可愛的 草維哲主唱維哲 Eric 我是在穿著很可愛的主唱維哲旁邊的鼓手維君 你們知道今天晚上要上通告有啊 還不能休息喔 有那種感覺嗎 我來請睡覺先來見橫哥 其實其實我今天原本就要回去 對啊我想應該是吧 但是我想要在就是這個除夕之前的 再來見一次那個見橫哥 應該要跟我見一下 因為今天晚上有的人你們陪我上節目 我就覺得好像我就不是那麼在意 今天就是要繼續工作這件事這樣 應該會比較溫暖吧 我覺得有啊 對啊 不過呢 這其實如果今天不宣傳 因為過完點回來馬上就要表演了 對 對 所以還是要宣傳一下好嗎 好 對啊你們今天看起來好像剛剛有什麼工作嗎 我們我們沒有 但是我們最近其實小忙啦 小忙 對 因為就是在準備那個我們1月28號的演唱會 對 對 就突然好像就宣布要演唱會了這樣 對對對 就是 其實我們記 我記得我們是當天開會 然後當天就決定要宣布 大概也就 也就兩個禮拜前左右 對那個時候宣布的時候我看到我有一點嚇到 就是誒怎麼那麼快馬上就有這個 演唱會出來 而且好像是大年初七 對大年初七 好我們先講這個活動好了 大年初七那一天晚上 那天是星期六吧 那天 還是星期 我也不知道 對 大年初七是星期 星期六 星期六 對 好啦今天星期四嘛 明天星期五星期六 然後呢再過一個禮拜的星期六 就是大年初七 那天晚上在那個台北的Konamex 這個場地很不錯喔 你們會離撒白很近這樣 對 對 那個環境 如果以表演者來講的話 距離觀眾不會太遠 是一個蠻舒服的場地啦 對對對 但說了那麼多啊 其實啊這個 其實已經賣完票了 對對對 但是 已經賣完票了 對 但是傻白今年也是會準備其他 我覺得是也是蠻特別的演出 好 再交給大家 你知道為什麼今天通告牌的這麼緊急嗎 就是為了這個 哦 對 既然已經賣完票了 我們就放鬆一點吧 哈哈哈 可以可以可以 所以啊 這個場地不太大 對你們來講 很快就解決啦 如果我們當時在 呃 思考要辦這個表演的時候 其實還是有一點點擔心啊 擔心什麼呢 會不會就是 欸 宣布的太臨時 然後 就是大家沒有收到這個資訊 然後當天人會很少 但是 我們的歌迷真的很給力 對對對 包括那時候還是年假嘛 我們那時候有一點 對 我覺得比較擔心的是年假嘛 因為那個時候其實才是大家陸陸續續 可能如果是在台北以外的人 要要返回台北的時候這樣 對 但是呢現在票已經賣完啦 就很放鬆啦 大家不用緊張 但是 你們在這一段時間其實陸陸續續 數位上架了一些新歌 沒錯 對 從你們第一首歌啊 釋出之後呢 我就開始一路這個 Follow你們的歌這樣 我發現這一系列的歌跟以前很不一樣 對 今年我們在這個藝術創作方面啊 每個人都有所成長 嗯 可能是因為就是 我們也越來越像個男子漢了 所以這是男子漢的歌嗎 應該說就是我覺得 因為我們去年啊 我們去年發行我們的第二張專輯 Ear of Fate之後呢 然後 我們有一整年的時間好好思考就是 我們接下來的專輯應該要往什麼方向走 嗯 所以大家聽到 呃 我們今年發的這三首單曲 可能會覺得 跟我們以往的風格不太一樣 但其實 這三首單曲的改變 也代表我們心路歷程的這個改變 對 好 回到我們今天晚上的娛樂衣世代 今晚在娛樂衣世代 我們聽到的是傻子與白痴 他們在今天晚上也來到我們的節目 哈囉大家好 Yeah 我本來呢一直很期待 就是在節目中幫你們 就是為了這個 即將在大年初七的演唱會呢 來催票 但現在的票已經全部賣完了 我們就好好回到你們這次推出的三首歌好了 是 這三首歌會是一個計畫嗎 呃 我覺得算是一個開端啦 哦 對 就是對我來說 這三首歌它是開啟了這個 傻白的新一輪的音樂上面的審美 嗯 那這樣聽起來你們每一次 一開都長不太一樣 對啊對啊 因為說實話啦 嗯 就是現在我覺得 每個音樂人不是說每個 但是大環境下面 音樂人發片的速度其實偏快 對 但是傻白剛好是異類啊 傻白其實發片速度蠻慢的 嗯有一點耶 所以其實每一次發片的間隔都比較久 那間隔比較久呢 我們大家再看到我們的這個的變化 就會比較大一點 我懂你的意思 就是因為間隔久的話呢 比較容易比較出那個改變 但是如果用漸進式的對不對 常常可以聽到 其實呢 不知不覺中的改變 大家就不會發現 是是是 對 所以你們未來有打算快一點嗎 呃其實今年的話我覺得 速度上面應該是會比較快的 就是間隔會比較短一點 其實如果講到去年2022年喔 傻子與白痴 其實他們有 有蠻多時間都在閉關耶 所謂的閉關其實是隔離啦 對 隔離的時候你們也沒辦法相見嘛 對 隔離是單人房 對啊 通常在隔離的時候 對音樂有啟發嗎 如果比方說以那個 違則來講的話 呃我自己其實覺得 我自己會覺得隔離蠻 蠻無聊的 然後對音樂沒有什麼啟發 就好像就是 在等著他放你出去而已嘛 就坐監的那種感覺 呃沒有沒有什麼 因為我覺得啟發 最要是你看到新的東西 你有新的感動 對對對 你才會有靈感 但是我覺得隔離那個時間 你不會有任何的外面的輸入 嗯那沒有電視嗎 呃有 但是我覺得還是要找人 聊天 對 然後要出去世界看 所以你2022年應該覺得自己 花了很多的時間被關著 然後沒有什麼進展那種感覺 對啊 對啊就是 比較浪費時間啦 嗯 對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阿良呢 你的感覺如何 對啊 那我們覺得 往回頭看 我們人生的一切 都是有意義的 欸 欸 你這麼正面喔 我非常的陽光開朗正面 你這麼正面 所以沒有啊 你那個時候 被關在那個隔離房的時候 你有這麼開朗嗎 那肯定沒有 當下的感覺還是很不一樣 對啊 你們應該至少有個群組吧 隔離的時候你們彼此有在聊天嗎 還是有互相溝通 對啊 會稍微 有時候會打那個就是 連線 對對對 有時候會連線一下 但是 整體來講我覺得 就是大家感覺都 都悶悶的 沒有什麼精神 阿邦 其實有一些事情還蠻有趣的 就是 我們會有 就是隔離的那個酒店的群組 跟我們同一批一起隔離的人 然後就是會看到他們 都在抱怨一些生活中的一些瑣事 還蠻有趣的 我第一次聽說有這種東西欸 對 但是 有一個 有一個點就是什麼 有一個點就是 我們真的隔離過太多次了 對 所以你看到他們講那話 就會有一種 唉 學弟啊 學弟啊 這個也要抱怨 對對對 你是不是沒有 剛進來的 你們有算過嗎 總共加起來 你們在2022年 一共被隔離了多少天 三年來 三年來超過一百 一百二十天左右 三年來 其實我應該要用三年來算 三年來超過一百天喔 各位 一百天是什麼概念 就是 他們有整整三個月被關起來 這個我沒有辦法想像欸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會不會是因為跟隔離有關啊 覺得你們這次的歌其實有一點 有的時候那個氛圍滿暗的這樣 對 但是 我覺得其實氛圍暗跟隔離比較沒有關係啊 我覺得氛圍暗是因為我們 心裡本來就是這種 你剛才才說你是一個光明的人 對啊 我企圖掩蓋這件事情 你光涼耶 有光耶 對啊 今天1月19號是雨多田光的生日 對對對 但是1月20號是雨多田光涼的生日 歡迎繼續回到我們今晚的娛樂一世代 現在時間是晚上八點半 今晚來到娛樂一世代的是傻子與白痴 哈囉大家好我們是傻子與白痴 我是維哲也是叫做Eric 大家也可以叫我Eric蔡 好來歡迎壽星 我是光涼 我是光涼 我跟你講我跟你講 光涼喔 前一陣子做過一件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就是他去品冠演唱會的後台 跟品冠合照 這就是五一兩品啊 其實是一個節目 是節目嗎 那個時候就很幸運 然後那個品冠老師就很熱情跟我合照 那我沒有跟他講我只有光涼 你沒有講 你沒講喔 而且我沒有特別提到的人 喔 原來如此 給他一個驚喜 阿邦呢 嗨我是方邦 維君 維君是這個鼓手 維君現在很開心 我那時候聽到這首歌的時候 我覺得哇很迷幻 對 但是其實同時我也很難想像 他原來的樣子 對 因為我其實很容易被 比方說像Dump這首歌 我就好像被吸進去了 對被吸進去了 他裡面當然也有歌詞啊 有你要表達的一些message啊 但是你很難感受到他原來的樣子會是長怎樣 我們一開始在做這首歌的時候 其實我們算是邊寫邊做啦 對對對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 歌詞要表達的東西固然很重要 但是其實聽音樂 就是聽音樂的時候 大家也不會就是 一邊聽一邊看歌詞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 那個聽感的那個氛圍 如果講到聽感的氛圍 其實傻白在這一次的三首歌 聽起來是感覺比較注重氛圍啊 是 對 我覺得氛圍感很重要 我覺得音樂的魅力就是在於 就是他可以突然就把你拉到一個 跟你現在完全不一樣的時空間裡面 嗯沒錯 那你在唱歌的時候 你站在台上 唱著唱著 你有時候會 會 會忘我嗎 就是對那個環境 會突然有一個 你已經進入到 一個你自己想像的地方 會啊會啊 其實我唱歌還蠻常唱到忘我 但是 要先喝酒啦 對 要先喝一點 對 但是我覺得就是 進到那個氛圍裡面就是 很舒服 在表演的時候 很過癮這樣子 對 喝酒不開車 開車不喝酒 未滿十八歲不能喝酒 好 對我們只要提到那個字 就要講警語 嗯 所以之後如果你要講到那個字 你可以講飲料 OKOK 好好好 你要多喝一點飲料 才有辦法進去 原來 有人會限定你就是不要 不要這樣子嗎 呃 因為我們其實也不是說 欸我今天突然就想要這樣子 對 是慢慢的 漸進式的發現 好像這樣你會比較放鬆吧 對會放鬆很多 而且有時候天氣很冷的話 其實喝一點點飲料 對 也會比較暖一點 好在這一次他們三個單曲裡面 其實鼓手有一個重大的突破這樣 維君呢在過去可能你們灑白的每一首歌你都自己打 對 打鼓這樣 尤其是上一張啦 像Yero Fey那一張 甚至是比如說我們同步錄音 然後很多歌都一兩個tag就結束 然後就會很有個live感 但這一次我覺得這三首歌啊 因為他是單曲單曲法 而且我覺得怎麼說呢 就是我覺得 我覺得這三首歌更適合有一個很像beats的底在底下 所以他有很多音色都做的 都用sample做出來的 然後我覺得也跟想要表達的東西更貼近 不要因為比如說鼓手就一定會錄出來的東西 我幹嘛去局限那個音色限制性 對如果我們用這個beat的話 說實話那個beat在一個團裡面 是beats手的工作還是鼓手的工作呢 都會耶 都有 我們兩個都會 我們就是rhythm section 對對對 那你彈嗎這一次 彈 他就說怎麼會錄真bass 對啊 所以只有鼓手是 但是也有很多是 也有一些說 就是bass其實也有很多音色是 就是 是用那個電腦合成器 電腦合成器做出來的 對然後有些會疊 疊真的bass不一定 其實他們今天啊 讓我有一個新的收穫跟學習 因為在過去我都會認為說 樂團做音樂就是應該要這樣做 但其實 其實現在這個時代 好像 專門負責節奏組好了 嗯 節奏組 對不對 其實你們在合成器的世界裡面 你們也可以換成另外一個身份這樣 對啊 我們甚至像Dumb只有歌還有很多的節奏 它是我們直接踩木地板 就好幾個人一起這樣踩木地板發出來的 就是錄進去 我是覺得這個歌越聽越好聽啦 對 他們說傻白的歌都這樣啊 基本上都是啦 所以你越唱又覺得自己歌好聽嗎 我的確有比大概前兩三年更喜歡我自己的歌一點 好歡迎繼續回到我們今晚的娛樂一世代 最近傻子與白痴他們有在數位平台上呢 就是用三首歌三首新歌跟大家來分享 事實上你進了這個數位平台之後你會發現其中有四個Track 這樣另外一個叫D4 D4呢其實嚴格說起來它當然不是一首歌來聽一下 怎樣啦你們 怎麼為什麼要用這個東西嚇人呢 這個到底在你們這三首歌的中間擺上了這一段 有一個什麼特別的意思嗎 我們想讓這個Dumb的感覺再延續著 其實要從那個剛才的那個Dumb然後延續下來才會有這種氛圍 應該說這是Dumb的intro 所以才會是D4 我懂了我懂了 可是你們在那個曲序的安排上我看一下它是放在哪 它是在第幾格 應該是Dumb的前面 在Dumb的前面 那我懂了 因為你們如果是把它放在Dumb的前面的話 它就會比較有一個延續感對不對 對就是應該說開啟一個儀式的感覺 那如果從這個開啟然後接Dumb就會很順暢就對了 對對對可以試試看 這是即興嗎還是有設計過的呢 這比較像Dumb那首歌的Vocal 就是它人生的一些曲樣 然後我們把它剪下來放到前面 對 其實我可以理解 因為你在聆聽順序上 如果是這個順位就挺順的這樣子 對 因為那個在最近傻白的這三個作品裡面 其實剛剛我們聽到這首Dumb 它的前面如果用這個D 那個D就是4Dumb這樣 那最近聽你們歌有一種感覺就是它很畫面 它有點迷幻 然後它越聽越好聽 對結果到你們釋出另外一首歌的時候 我就突然覺得傻白又明亮起來了 就是那一首After After Party 主要是你們合作的對象 我想到是魏如軒我也蠻驚訝的 我也蠻驚訝的 明明其實你們公司也蠻多人可以合作的 是是是 是吧 對啊我覺得啊 但魏如軒當然很好 那個時候是一個什麼樣的想法 怎麼會有一個這樣的合作出現呢 因為當時會找娃娃其實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我在寫完這首歌之後 我就覺得這首歌的旋律 就是很適合它的聲音來表達這樣子 所以其實沒有特別想其他的原因 那既然這首歌這麼適合他唱 那為什麼不找他 你的邀請應該很順利吧 還蠻順利的啊 因為我是 我是直接問他啦 然後他就說他覺得很好聽 我給他聽Demo 他就說那他願意就是來就是獻聲他這首歌 所以後來獻聲的結果就是跟你原來在創作的時候 那個原始的樣子相似嗎 跟我想像的樣子其實就基本上一模一樣 沒有提代的 基本上就是一模一樣 就是我覺得這首歌就是應該要有它的聲音才會有質感 你知道我跟那個維君怎麼會變熟的嗎 怎麼了 因為我們有一起參加過一個after after party OK 好 確實啊 確實 因為你們三位都知道after 他有after after party 對沒錯 你還記得嗎 在操場 我們那時候已經 已經都不記得了 不是我記得那一天晚上 但是所有的東西都太猛了 在操場那天 你還記得操場吧 記得記得 我那天還把那個你們的經紀人送上車 對啊 然後還在那個廁所的門口顧他 我怕他出不來 對 顧著他這樣 好 繼續回到我們今晚的娛樂衣世代 你知道那個after after party 一開始那個 那個算古典音樂嗎 那個是 呃 他其實比較像是那種日系的那種輕音樂 喔 對 對 就會在咖啡廳聽到的那種 喔 感覺就是要吃拿破裏義大利麵那種咖啡店 對對對 對 然後為什麼會加入這一段呢 呃 因為我們這首歌想要以這個鋼琴為敵 然後我們是 我們想要的鋼琴其實 不太跟傳統的伴奏鋼一樣 他是比較像是自己製成一個loop 他出來之後 然後我們在想辦法讓他跟這個主旋律是fit的那種感覺 嗯 對啊 所以其實你聽傻白的音樂到這裡 已經跟你們第一張專輯那個時候 剛出來跟大家見面的狀態 其實已經截然不同了 是 對啊 你覺得這個改變是來自於你們四位各自 在這個領域裡面有更多的體會跟成長了嗎 所以很自然的就變出跟以前不會是太相似的作品了 我覺得成長的部分不一定是技術有時候是心態 對啊 我們現在很樂見於一個很自由的創作過程 你想到什麼你今天要做什麼就是有辦法去做到 我覺得是跟有時候跟風格曲風甚至都無關 就只是心態更開闊 現在對傻子比白痴來講有什麼障礙嗎 我覺得我們現在的 我們去年其實遇到蠻多事情 然後大家都突然間進步很多 就突然有一瞬間突然長大很多的感覺 嗯 阿良 最大的進步 我們請得起魏如萱了 這首歌跟我們一起合唱 老師跟我們一起合唱 那唱得太好了 你還有夢幻名單嗎 夢幻名單 這已經最夢幻了嗎 我覺得也不是說誰比誰夢幻 是這個歌曲的那個需要不同 會講契合成都 對契合成都 希望我們未來就是可以創作出 適合這個周杰倫唱的歌曲 喔 周杰倫達芬的歌都自己寫的吧 但是我曾經在節目中跟大家分享過 這應該是我們第三次 今天是第三次訪問這個傻劇白痴 我三次的感覺都不一樣 第一次我就是對傻子與白痴 留下非常好的印象 然後覺得很喜歡這個團 音樂又好聽 然後訪問起來又順利這樣 然後後來在第二張專輯的時候 我就帶著那個印象跟你們做訪問 我就覺得 變討厭了 我過去的印象是對的嗎 他們好像變得沒有我想像中 這麼可以跟我聊天的感覺 其實是因為你們經過了一段時間 跟我真的是還算蠻深疏的這樣 但第一張專輯的時候我們根本不認識啊 結果到了這一張專輯 這不能算專輯 到今天的這個訪問 其實我也有那種很像第一次訪問你們那時候的感覺 就是聊起來好像蠻能夠繼續往下聊 然後呢我也覺得你們更輕鬆蠻真誠的這樣 變清澈了 我覺得挺好的 油條 如果油條的話我覺得就不是這樣子的感覺 我覺得應該是蠻正面的 好啦所以呢 那個大家有買到票的才去喔 1月28號禮拜六七點的這場 長在台北的Colomax 南天是大年初七 沒有買到票的那就也沒辦法 看試試能不能參加After After Party 喔 進進去 好不好我在旁邊辦一局好了 今晚娛樂一世代 謝謝傻子與白痴來到我們節目 謝謝你們 謝謝大家 謝謝 拜拜